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,主要是会由香港警队执法 消息指警务署正筹组新的国安部门 将会新增一个副处长负责 直接向处长邓炳强回报 一位二报道 消息说警务署新设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筹组工作已经大致完成 将会增设一个副处长掌管 据了解,警队倾向由现任高级助理警务署长刘次卫升任副处长 直接向处长邓炳强回报 安排有待中央拍板 如果落实将会是警队力离第二位女副处长 也都令警队编制出现三位副处长 刘次卫早年曾经任职保安部 2008年担任大鱼山警区指挥官期间 处理过的士霸洗和堵塞北大鱼山公路事件 他出任警察学院院长时负责监督警务人员的培训课程 目前主管监管署负责监督资讯系统部 和服务质素监察部工作 深切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据了解有百几二百人 警队也会由各部门抽调有刑征 跟踪收集情报经验的人员加入 保安部也会作出情报支援 我也很等着暴徒向我们道歉 消息说今年初退休的西九龙总区前指挥官卓校业 4月底重返警队出任顾问调去保安部 立即相等于高级警司 有线电视记者 在2021年 在你私团里边的 我这一切是什么